你好 老胡的观众频道的分析点评节目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的这个频道 非常有特点 就是老张的精分世界 一看到这个频道的名称 你就觉得有点意思 当然是老张 没问题 精分世界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你把自己的世界说成是一个精分 或者是把自己说成是有精分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理独行的一种做法 当然戏谑调侃或者是夸张这些成分 都会在这个地方 但是最起码表明了这样一个频道的态度 你再看这个封面图 这封面图跟别人都不一样 首先这个形状 然后它的含义更是 你一下子看过来 你只知道不一样 但是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是我们在做频道的封面 或者是取频道的名称的时候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做自媒体 如果你想在这个平台上面 特别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群体的话 你明确的知道你的受众是什么样的用户化效 那么你非常有针对性去给这些人做内容 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你最开始做的时候还没有准确的把握 你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曝光的机会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就最好不要见走偏门 那你在封面图的取名字的时候 都要考虑这一点 我认为老张的经分世界没有问题 很有个性 也跟别人有差异化 但这个封面图多少有一点点问题 我讲这个问题并不是讲 完全就是不恰当 因为首先我可以告诉你 我看到这个东西我不懂 不懂就是一个问题 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你给小孩取名字 取一个班主任 语文老师 数学老师都叫不出来的名字 更不要让体育老师也叫不出来 好 你讲对你的小孩 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呢 大量的数据证明是有坏处 尤其当这个名字 你去申请身份证 都是打出来的 就它一样 要特别的一个字体 那就有问题了 由于老师叫不出你小孩的名字 使你的小孩失去很多很多的机会 别的小朋友也会拿你的名字开玩笑 所以这个小孩将来弄不好 就变成晶芬 长大以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他能够经受这样的挫折打击 讲来说不定就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人 也未可知 但是你做家长的 你必须意识到有这样一些副作用 好 回到我刚才讲的 你如果明确知道你的受众群体是什么样子的 我只想跟这些人说话 其他的人打酱饮的人通通给我滚蛋 我只想直接卖大力丸 给那几个了解我的大力丸功效的人 你这样子做没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副作用 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人围观你 你这个信息怎么样能够触达那五个真正买你大力丸的人 我经常在节目里头举这个比 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你为了卖五个大力丸给那五个人 你必须要95个人来围观 并且你不能直接讲大力丸大力丸大力丸 你得耍大刀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的都是策略也好 套路也好 都是这个道理 我们取名字 我们做封面图 也是遵循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去做封面的话 你要是出版书的话 在出版社编辑会非常慎重的给你做起来 来讨论这个问题 他会想很多办法劝你放弃这种坚持 因为你这个东西往新华书店 往上面一放的话 没人会点击这个东西来买你的书 就会导致这种情况 会失去很多可能的机会 所以你必须考虑清楚 那么我刚才讲的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不懂 我不懂的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我离开 我pass 不是吗 因为这不是学校里头考试 我非得懂了 然后明天测验我 讲这个问题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对吧 我是来来往往 我是打酱油的人 所以我不懂我就走 第一就闪躲 就这样的 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讲的封面图是重要 你跟观众的唯一的 你切入它 打动它 抓住它眼球 就是封面图 你不要讲 你进来以后 我讲的特别好 它根本就不给你机会 所以封面图起这样一个作用 好再说一遍 我并不是讲这个封面图是极其糟糕的 那么你必须清楚 你想触及什么样的人 你完全可以在你这个地方进行编码 就看懂我这个人 会心一笑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跟我同类的人 好不容易找到他 好 那你就愿意拒拢这一些人 就凯文凯利讲的 一千个铁粉养活一个真君子 行啊 你最后老张的精分 你就是在全世界找到跟你差不多的一千个精分的统类项 行 那你就是做得越隐蔽 越怎么样好 他在万千人群里头一看见你就是上辈子曾经对过眼神的这样的人 正常情况下 我不建议这样做 你应该是就是要熟一点 然后让大家很容易看见你 等一下我要讲到这个封面图讲标题 也是沿用这样一个概念 我以前在节目里经常引用这句话 Don't make me think 别让我动脑筋 你让我动脑筋 你就错了 你让我什么时候动脑筋 看完你的节目以后 心情澎湃 开始动脑筋 开始写金剧 做笔记 甚至给你留言甚至给你发吸引信息 这都没毛病 但是你请你别在封面图上面 别在标题上面难免我 你就把我当智障的对待 这个封面图就是个好封面图 标题就是好标题 你首先必须过这一关才对 好 这个关于封面图标题 这个频道名称和封面 频道封面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做的时间不长 从8月8号才发的第一个视频 到现在发了14个视频 一个半月的时间 看到46个粉 成绩不是很差 2000多的观看量 有46个粉 那么我们讲的转化率还是可以的 1%是21个 2%年级这样一个转化率 从看到视频喜欢转化 这个比率来说是不错 但是这个数据是比较小的数据 所以不见得有统计学上面的真实含义 因为这46个人说不定有16个是朋友亲戚同学 对吧 所以这背后的故事我就不太清楚 单从这个数据上可以这样子解读 但数据越大的时候 百万观看 然后这个比例才真正的有统计学上面的含义 大家看这些视频 14期的视频在这地方 最高的观看是 最高的观看量的是 怎么看 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头 就是50个观看最多的视频 这样子一点就会进行重新排序 排序过来大家看 最高的观看量的一起是1200 216 149 总的观看2000多一点点 所以这个一期节目就占了一半 但是这个频道有一个问题 大家看到了 没有留言 几千次观看量 就是极少数的留言 然后再回复 就是留言 然后再回复的话 基本上就是等于讲 几乎没有人留言 没有有意义的留言 这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观众看完你的这个节目以后 感感觉到无话可说 你对也好不对也好 我不感兴趣 我没意见 这个频道的这个问题 也反映在另外一个数据上面 就是他的视频的推荐 是在18% 我们讲一个频道要起来的话 一定是要依赖于主要是靠油管的推荐 一个好的频道可以看见这个整个的推荐 在后台里头 那个漏洞图里头有百分之九十几这样的数据 而这个频道的这个推荐是只占18% 也就是说他试着给了2000多个人看过以后的话 扳回的数据很少 这个整个频道的观看完成度是37% 4%不到 所以就是观看完成度比较差 那么所以他就没有互动 没有留言 所以这个就油管的话 推荐的力度很小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频道的成长就很慢 好 我们再回这个频道来看 他这14期的节目 大概感觉一下这封面图 大家看到了 这封面图的感觉是不是比较乱 我讲封面图要尽可能简单 我刚才想的话 千万别让我动脑筋 你这个封面图上有大量的颜色 大块的周围 你仔细看这个封面图是一个大脚印 这边有个外星人 这边有个鸡头 在这个地方 公鸡或者母鸡 母鸡吧 那 下面还有一行字 你颜色如此之丰富 你讲我看到这上面的时候 我眼睛先往哪边看 一个封面里头 最醒目的是颜色 颜色最醒目的是单一颜色 而不是这么多的颜色 这么乱的颜色 这么乱的颜色 我不容易聚焦 那么这两个比较起来 这个就好很多 封面图上有人 我的眼睛一定是先看到人 而不是看到蚊子 所以有人是特别容易吸引观众的 那封面图上有人 如果这个人有情绪 在那边哭 在那边愤怒 在那边惊讶 在那边举取双全 这个都是很好的 因为大家对别人的情绪是立刻就能够感受得到的 所以千万别把工作证或者学生证或者是结婚证上面的头像 规规矩矩的放到封面上面 你还不如不放 所以一定要要么知识比较怪异 奇奇怪怪的知识 或者揪自己的耳朵 哪怕你就抠个鼻子 都比把工作证照片放的封面上好 所以要理解背后的观众是怎么样来看消化你的封面图 这样一个心理 你就会不会去这样子去做封面 你想这个东西正是我在这边看到了就是一个门 你叫我怎么看解读上面的这么多文字 是怎么样顺序看 先横着看 还是先左边看 还是先右边看 还是先整个东西 你犯了封面图的原罪 你让我动脑筋了 我旁边有个美女 我不需要动脑筋 所以我眼睛就往那边看了 不是吗 你让我动脑筋我就跑了 我惹不起你 就这个 所以千万不要 我们很多人就是单文字就能把它搞得很复杂 看见左上角有蚊子 右上角有蚊子 下面下面 然后中间有这个是花体 那个是颂体 那个是仿颂 那个是黑体 还有苗边 整个就把你折腾死了 我看到这种东西人家就不看了 要么就这种东西有另外一个方法做的最好的 就是电线杆在杆子上面 老中医 他就是骗那些会看电线杆去找老中医看病的这些人 所以他做的越熟越好 那么在油管上面有这一类的封面 我就不跟你举例了 密密麻麻就跟电线杆上的封面一样 这一般来说是日本又贵了 老毛子又怎么回事了 俄罗斯又怎么样的了 拜登又怎么 一般都是这样的 密密麻麻的文字 这一类很有效果 你讲他不看老胡的节目 他也许不看 因为这种东西往往都是流量的非常极大的 一看到老胡5万分 他根本就不知一看的 他一个这个东西 一个谣言的视频就能够观看量的几十万 所以他就是知道了 他也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电线杆老中医看性病的套路 所以 但是我们正常的人不应该用这个套路 所以就应该是让别人一看就非常简单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智能都显得不够智能 因为他还太像人了 你应该是让我一下就看见一个像史太龙 不是像斯巴辛格电影一样的 直接就这半边都是机器 这个还能够让别人想到是人工智能 你这个东西太像真人了 就又让我动脑筋了 不太好的一个封面 所以这个封面图上有比较大的问题 那么封面图也很难从看得出来 这个跟这个是来自于同一个 来自同一个频道 字体上面你看千差万别 字体的颜色千差万别 有的不一样 字体的位置也到处都放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讲的 封面图的一致性 有四个一致性 如果今天就展开讲了 再讲了今天就变成讲封面图了 到我的频道里去搜封面图 就可以找到这些节目来看 好我们再看看他的节目的类型 这期节目讲吃人 这个是禁忌的话题 你虽然不是讲为了可以讲吃人而吃人 但是这种东西都应该用其他的方法 用别字要避免 因为他一旦真撑到你说这个话 将来你这个频道流量大了 这一期节目肯定是黄标 那么黄标的结果 我们不谈赚不赚钱的多少的问题 而是看的人就很少 推荐量就严重的受限制 所以你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做这个节目的话 从选题上面的你就应该尽量避免这一类的选题 如果你非要做的话 应该采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能够在这个区域里头能够三盏腾挪 不被他的AI的机器人检测到 对我们今天也不在这个地方讲这些基础层面了 好 我们再看这个标题 你看这个标题 这人的最高经济 这很惊悚的 这个AI机器人基本上能够检测到 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题目 那么翻车了老张和美女UP主的第一次 这个东西很好玩 让你产生联想 什么叫第一次 从这个方面来讲是不错的 试图就是能够带来一点点轻松愉悦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里头你看看没有任何的 就是说让别人有非常大的期待 这个地方打码 就是让别人去猜测一下 但是又不是 又这个封面和这个东西又不太紧密的 那个创建一个神秘感或者是一个让别人期待的东西 比如说老张太犯规了 犯规这个东西太宽泛的一个词汇 太宽泛 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坐在这个地方 坐在一起 你这样犯规又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外面 所以他不会有太多比较确定的这样一个思考方向 所以应该明确一点 像这期节目 他是两个博主等于是在一起去用十几块钱买一个吃的东西 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就讲这个东西 把这个盒饭给别人看看 然后讲这个东西多少钱 或者想猜猜多少钱 或者你可以讲这个东西 巨好吃或者巨难吃 我讲了 情绪的这种东西是直接能够能别人感应的到的 那这个频道组的话 有一个就是在所有这些操控上面的 比如说信息的这个披露 信息披露的节奏上面有一个问题 这个跟我刚刚现在讲的这东西有关 我等一下再讲到具体的例子 你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东西了 好 就是封面图和标题的之间的问题 好 这个地方比如说外星人竟然做出这种事 这个是个不错的这样一个标题 我们再看金字塔之谜来自古代人的阴谋 比如说这一块 这个就是太泛泛而谈了 你完全就可以完全讲 你不知道的是金字塔之谜 就是注意 你要吸引的是95%的打酱油的人 这些人不在你 这些人看到你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不会讲 这是一个金分世界的频道 他不是 他没有 他只看到这是个美女 然后话题感不感兴趣 他不会讲来自哪个频道 频道 你这个定义的属性 你自己非常在意 然后你就会在你的这个定义的世界里头 用说话方式去说话 那么像这种东西就是 这个就是我讲悬疑不够 让观众的这个猜测方向不见得 不见得就是足够强烈 让他点进来 就是你知道金字塔之谜 好 跟我有半毛钱不关系 你讲 99%的人都不知道的金字塔之谜 他立刻就是人一旦把它分开 他就有失去的恐惧 我算1% 还算99% 我不服 我应该就是属于那1%知道的 这种天生的原始的生理性的东西 就被激发起来 所以讲 把一个陈述句变成一个疑问句 立刻效果就不一样 你做一个陈述句 他立刻跟你吵架 你做一个疑问句 你跟我吵什么 我都还没有告诉你答案 你慢慢看就是了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讲做封面 做标题里头有一些 或者是讲故事里头一些常见的套路 你听起来很小 但是小的套路其实是至关重要 心理学上就是这个样子 就像几根线放在一起 它其实是一样长的 它放在你面前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长一个短 还差别挺大 就这个道理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技巧之小 而你忽视它 好像一定是有某个人千万级的大号台 一定是有一招 你根本就不知道 听都没听说过的 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要在这个细节上去抠 才能够又进步又提高 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今天多啰嗦几句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基本的概念反复讲 然后像我有很多学生 他交上来的作业 就是明明单独都跟他讲过 但是变了 他居然还犯了错误 为什么 认知上面 他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毛病 就像上一讲 好多人讲男人别抖腿 抖腿你就一辈子发不了财 其实你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的话 抖腿不发财 这不是迷信的说法吗 你不认识 那么你老婆怎么样纠正你 纠正不过来 你照抖不误 你甚至还可以讲 我还有一次看见马云在台上 他还抖腿 人家首富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某种程度上 抖腿跟有没有钱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你是不是抖腿 是不是做葛优堂 这反映出一个人对自我约束 这个自我纪律的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从这个方面认识来讲 也许他真的蛮重要 当所有的领导来考察一个人的时候 看的时候 可能他只能看到这个东西 他别的东西看不到 然后从这个上面我们讲 他所有的人都是外贸协会的会员 我再讲这句话 所有的人都是外贸协会的会员 这是程度不一样而已 哪怕你不承认自己是外贸协会 你根据你的约定书成 你的认知 你的所受教育 都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个 我们就讲到这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频道的一些 一些视频的片段 了解一下老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不正经故事正经讲的老张 今天咱来聊一聊有关房子的问题 一说到这个楼里头的公寓 不管在哪个国家 什么样的城市 实际上都大同小异 都是由一扇进出的门 再加上若干个房间组成的 而在巴黎呢 有一种公寓 它有两扇不同的大门 连接两扇不同的楼梯 而且还给两种不同的人来使用 这种公寓你们见过吗 好 老张这个开头非常棒 老张形象也很好 很这个青春很正面 也不是躲在这个房间里头 一个角落里头站在那讲 你看大以天地为背景 这很棒啊 就让你看见 这边居然有鹅 这边这个牢外居然是这个发行 现在这个气候的老张穿个短袖 这个草地挺不错的 那这个有看点 这个非常棒 然后他直接上来不啰嗦 直接去讲 所以老张的表达也没有恩阿之处 很自然 很流畅 很随和 所以形象很好 很正面 讲故事也能讲 上来也不啰嗦 很不错 这个节目你看 也引起别人的兴趣 怎么会有这种公寓 你看最开始建立这个悬念 然后就开始讲 好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不正经故事正经讲的老张 今天来给朋友们讲一讲 埃菲尔贴塔背后四个女人的故事 好 不错 你看 这个开头 简单干脆 然后这个场景多棒 在埃菲尔贴塔 但是老张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我顺带给大家讲一下 你取外景的时候 不要在一个机位固定 整个这个节目 这十几分钟就在这一个地方讲了 你看 这个是到后面 还是在同一个位置 怎么处理 你稍微相机挪下位置 人可以不挪 不只是你不一定讲这个埃菲尔贴塔 一定要入境 在同一个场景里头 换几个机位 我们在这个做节目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的时候最好第二点跑到换一个地方 第三点又换一个明显的地方 你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是相机 东边 西边 南边 北边 自然 就是背后就不一样 然后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这是一个自然段 这是一个观点 这是一个例子 不一样 就是场景变化了 一会儿到客厅里头拍这一段 然后两个人到厨房里头再拍下一段 这个你看场景不一样 就能够在潜一席里头 让观众看到又是新鲜的 又是新鲜的 又是新鲜的 这种感觉就很好 像老胡这样子 背后一个人就单色背景 那就很困难 那么有的人就抱一只猫 缠一只蛇 最好手上爬两只蚂蚁 苍蝇都好 有的人可以让背后墙上弄一只假的苍蝇 或者是蟑螂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观众就在点评底下的这些东西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是尤其在这么好看的外面的美景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完全可以轻微的调整一下相机的这样一个角度 就立刻就效果就不一样了 好 再讲一下这个老张的一个小问题 这个字幕过长 经不精彩 浪漫浪漫 一开始呢 我也是对这个故事身心不疑 直到后来呢 看到一本以真实传记改编的联邦法 名字叫做A 就像FLT 太长 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分成两句的字幕 这个不是还极端的这个情况 我讲一下 因为老张 有的这个字幕会从头 会贯穿到这边 那字幕的话 为大家观看方便 如果你弄的这么长 就逼迫他的眼睛要这样子追着看 要从做到右 这就不好 要短我们讲是在15个字左右 最好不要超过20个字 在单单行的这个字幕里头 好 我们再看 你看这是这一期节目 老张很能讲故事啊 形象很好 青春帅哥 绝对是帅哥 在我老胡这个年龄的时候比他差好几个档次了 好 那么再看这一期 节目注意看啊 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开脑洞讲故事的老张 那么今天呢 不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呢来给朋友们变多少魔术 大家都看过大便活人吧 但是张士大便活人跟别人不一样啊 别人呢都用一个特别大的布给绑住 那今天呢我只需要一张小小的纸巾就可以了 这个魔术在我们张士家族已经流传很久了 到我这是第一代啊 所以看这张纸巾啊 中边反面 上面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我这也没有袖子 那好 那现在就要开始变了 一定要注意看好啊 准备 一二三 你倒是在跳一下 好 那在我身边这位呢 就是刚才给大家变出来的小美女了 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 这是片头 到这个地方注意看 48秒 啊 那么 这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接着看 啊 首先 大家 就是我今天是因为时间所限 我都在帮他挑毛病啊 那么一些好的地方 这个这个频道做的节目 我刚才讲的 这个老张的这个表达能力是很很强的 故事一环扣一环 讲得挺好的 但这个片头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再看下一集 大家好 我是老张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再先读上一份保命声明 第一 本视频不适合就着饭一起吃 如果你在吃饭 请干饥泡 除非你口味够独特 我敬你是条汉子 第二 本期内容啊 仅仅对现象进行讨论 绝对不是教给你怎么吃人 请小伙伴们 好了一说起吃人这个话题 好30秒 刚才那个片头20几秒 这个38秒 那我再看 给大家看两个例子 下面这个是刚前面 这个是讲故事的 这个前面这个是讲故事的 或者是这个是跟别人频道组织合作 做一个什么活动的 去买东西吃的 那这个是讲故事 就是讲脑洞 脑洞大开的这一类的 比如说这个蜥蜴人是怎么回事 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片段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他的slogan 他的品牌宣传 但是他的时间是将近40秒 我们再看 这是他讲另外一个地球的霸主 居然是 然后你看他 地球666是一个和之地高度通合的平行世界 在那有一个法律物质的集团 为了控制 好这个片段他放在他这个脑洞大开 这个系列的所有的地方 结合这个完整的这个40秒的片段放在这个中间 还结合这个吃人的这一期节目的开头 30秒朗读了一个相当于FBI的严正声明一样 包括这个地方变一个魔术 把大便活人把美女变出来 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用力过猛了 我知道这个轻松 像这个环节是这个博主刻意设计出来的 每次来一点 不一样的 包括前面 我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 所以我才知道脑洞大开 跟你们都不一样的这种脑洞 他这样一个这样的操作方式 但是太长 用力过猛 太过正经 就是你要你前面要设计一个特别的环节 是要让美女隆重出场 但是48秒 很多人已经跑了 很多人跑了 但你觉得很轻松 很好玩 这个问题 我并不是讲你不能这样子做 注意天好 如果你成了大号上百万大号的时候 你每一期都可以这样子搞 一点问题都没有 会有足够多的人 你不需要去 十个人 一百个人去滚雪球 滚起这个 让算法出发推荐 你一出来 第一时间 第一个小时 就有五百个 一千个人看你的 就是直接就 雪球就滚起来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 每一期都搞点怪 这一期是 单手 车边翻出来 下一期是个洋卧起座起来 下一期是 戴个口罩 撕一层 两层 四层五层 然后戴五口罩 脱下来 每一期都是搞怪 好玩 没问题 但是你现在 是第一次亮相 你每一个 现在你要争取的是 从来都没有看过你节目的 这种人 他没有耐心 他不知道你是个喜剧演员 他不知道你是个精分分子 所以他就讲 我想来看 我想来看你这个 跟美女的第一次 你怎么这么啰嗦 我跑了 我觉得你的脑洞挺好的 但是你每在这个 在这个一分多钟了 你还强迫我看四十秒的 这样一个东西 我第一次看 觉得挺好 然后你每期节目都在中间加这个东西 我就受不了 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跳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想 勇力过门了 这就是 这个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就是太过注重于个人的表达 观众的意识 不是太到位 在节目或者频道开始做的时候 一定要把观众放在首位 自己要低姿态 你不是在一个讲坛上 往下讲 你是在工人体育馆里头 你在那个地球 你在最矮的位置 所有的观众都比你高 你是仰视的这样一个东西 你是讨好他这种方式 你得他们随时准备上厕所 随时准备退票 随时喊你下台的 你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然后你生怕他三秒钟又跑掉 五秒钟他又跑掉 所以你一上来就应该上 像前面这个节目 这样子就对了 而后面这几个两个套路 都是伤害观看完成度 和让用户放弃的 这样一个东西 你上来念严正声明两条 这个东西已经花了三十秒 观众跑了 所以你的观看完成度就会很糟糕 就是这个道理 他观众第一次看见你 他不认为你是个很幽默的人 但是他一旦理解了你 你每一次都是以搞怪的方式出场 他都能接受 并且觉得这样 你脑洞真大 这种出场特别好玩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频道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刚才也讲了问题的背后 就是表面上形式上反映出的问题 是最背后的一个认知的问题 认知有问题最后在操作上才会出偏差 是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我刚才讲这段就是告诉你 你为什么要尽可能的为观众去节省时间 然后把握这个节奏一段一段 你怎么可能在中间放一个将近40秒的广告给我看 我讲的广告 我实质上告诉你 这就是广告 你第一次看见不是广告 你让我第二次看见 它就是广告 为什么片头的动画都不能超过三秒 最好是一秒半两秒钟就可以了 然后把你的品牌logo修一下就可以了 有很多人就是在那个地方废话啰嗦 我是谁谁谁 专门我是老丈近分 我专门专注于讲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故事 如果是你第一次来的话 请欢迎你点赞收藏一键三连 如果还没有订阅你应该订阅等等 废话啰嗦那么多干嘛 我是夸张的这样的讲 但是你们一定看过这样的频道 对不对 上来以后你怎么干活都没给过 我上来就是要求别人订阅 这是最糟糕的 你上来就索取 这是最糟糕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把观众当做是一个工具 你就是你凭怎么叫我订阅你 如果是你有价值有好的东西 你直接去订阅 好 再接着讲 这个频道的 看最开始做的第一期节目 12分钟 13分钟 13分钟 12分钟 13分钟 12分钟 然后6分钟 6分钟 4分钟 开始往短的方面做 10分钟以内 这是个很好的 前面这几节目 做的这个做的很长 我一直都这样子讲 你最开始做频道 最好是5分钟作为一个大限 我知道很多人想 你要做到8分钟可以多插广告 如果你这样子笨得去的话 你一定会讲 我先卖做柱水的猪肉 等我真正生意做大了 我再来这个办法做生意 我先卖假的运动鞋 然后我再来有了钱以后 我再来洗白上岸 千万别这样子 你前面的时候 没有观众的时候 人家给你的时间就是5分钟 最后你成为大佬的时候 你给人家讲三天课 他还掏钱排队 就这样的道理 所以你最开始的时候 往5分钟之内去做 把逼迫你把一个东西讲得小 现在最开始前面的老张 讲的这些节目 你看我所有的节目 我一期期度看了 看了一遍两遍 他节目做的真的是很好 他对素材的把握 讲述的能力 然后剪辑这技术 都没有问题 做的挺好 但是观众受不了 观众受不了你这么长的节目 旁边下面其他的封面图 时时刻刻在引诱他 他就这样 这不错 我顶多去收藏一下 我先走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像巴黎各纪院 好多里头 不是通常我们讲到的 那种标题党一样的那些东西 它是深挖了很多材料 所以这个节目是很扎实的 观众受不了 这是第一 我刚才讲 第二你受不了 你做这个节目 你得花三天去收材料 两天去写脚本 然后再来改 然后再来录 然后再来做后期 就把你做伤了 做出来一看 90个人看 你就没劲了 但是你就应该把这些素材你照收集 这个巴黎各纪院你可以讲几期 你就把它逻辑 不要讲第一第二第三 你非常自然的 你就讲到这个地方 讲到就像小说的张回体一样的 这个小二端的包子 走上楼梯 哭咚一声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且听下回分解 当然你可以这个故事 跟下面一个故事 你可以讲到这个地方的话 巴黎各剧院里头 这个地方 这样一个恐怖的 或者传说的闹鬼的房间 究竟是什么回事 有哪几种可能性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这样子的话 对你这期节目感兴趣的人 因为你讲下期 他就有期待 他第一个本能动作就是什么 订阅 就这个道理 当然这个事情 任何技术都是为一个内容服务的 有的人就是生生把一期 本能应该做成一期的 他做成三期 然后每一期的节目 开始那个地方 来一段重叠再重复 很多人在抖音上面就是这样 硬把一个本能应该做一期的节目 切成三期 然后每一期节目有三分之一是重复的 那就让人就受不了 所以这个有 在具体执行层面上 有很多方法能够使得激发别人的这种好奇 然后提高转化力的这种方法 好 那么 接下来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频道里头两个方向的内容 现在这是博主现在最大的问题 他是一个历史神秘学科幻爱好者 同时也喜欢开脑洞 所以他讲的那些脑洞大开 我们刚才讲的做了这个是这个 讲这个蜥蜴人 就是稀奇古怪 你都没听说过的 本身他这个收集的东西就比较稀奇古怪的东西 因为他是 你看在他这几个东西的交集地方 一个历史 一个神学 一个神秘学 一个科幻在一起 然后在这样一个交叉的科学上面 他来开一个 这个巨大的脑洞 天体脑洞 所以就是好玩 但是我就讲可能有这样一些爱好背景 然后又赞同你这种脑洞 能够感应到你的这种受众的人群比较少 这就回到我最开始讲这个频道的定位的问题 如果你就是找非常少的万分之一的精分世界 这些同伙 那没毛病 如果不是 那我就认为是什么 对隐藏表现真相感兴趣 来我的频道做会 他的说明 他这个是偏向于讲 这个是脑洞这一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后面的内容 变成了两块 其中一块就是我们讲的 这些做脑洞洞大开的这一期 比如地球的霸主是什么 蜥蜴人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会看到中间 他讲他来自什么英球 有一个有个绝密的档案 这个就是他脑洞 接下来下面一段就是脑洞 打开的这样一个片段 好 那么他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 巴黎的这样的住房 巴黎的这种特殊的住房 还有艾菲尔铁塔背后四个女人的 艾菲尔先生的四段爱情故事 真实的爱情故事 这个是讲的故事 这个不是脑洞大开 这个就是比较显见的一些故事 那么现在这个脑子在这两个方向上面在挣扎 把这两个放到一个频道里头恰当吗 我个人认为不恰当 并且从我看的这个感觉来玩 玩了以后感所有的节目看过以后这个感觉 这个这个经分世界这一块脑洞大开这个东西 自己可以玩的挺high 但是挺小众的 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是想来做成一个有影响的频道 将来能够能够赚钱的话 我认为朝这个方向做的难度非常之大 周期会非常之长 然后看不见效果 如果你不是讲我就爱好这个东西 你做成什么样子 我随缘我薄熙 可不可以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你到时候不要看片旁边讲政治的 讲小报消息的人 人家撑撑撑的就是几十万的观看量 你不要眼红别人就行 那一点毛病没有 但另外一个更更实际的 我就看到老张他这种讲故意的能力 特别好 他这个故事不是寻常的 我今天到巴黎图书馆怎么样的 明天到巴黎最大的苹果店里头逛一圈 他不是这种能力 他是因为他有这样的 有这些兴趣和爱好的 在交叉学科里头的这样的背景 实在他收集的这些话题和材料 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然后他有这种讲述这样的能力 后期制作能力也挺好的 不是拿到手机到处乱晃 然后把素材拼凑起来的 所以我倒认为老张往这个方向走 是能够做的出来 并且有地域方面的特色 你可以因为巴黎 你在巴黎本身就是一个地标的 有在地球上面的一个地标的城市 很多人都渴望在那地方 虽然人家不喜欢巴黎的狗屎 但是人家都听说传说中的巴黎的浪漫 所以你有n多东西 是一个悠久历史的这样一个城市 你又在那边学习 在那边生活 又有本地的很多的朋友 背后很多东西可以讲 人文历史 传说宗教 太多东西可以讲了 我相信老张在这方面是 有扎实的功底和能力 这个东西 这个特征就极其鲜明了 不是你整天在巴黎逛街 那种那种样子 那就没有办法差异化 对吧 所以这个是偏文艺 偏比较高的一个层次 跟别人差异化 然后有相当的受众 而不是刚才经分受众 再怎么样说的话 两个起码差10倍 差100倍 这样的受众群体的量级 所以如果你两个都喜欢的话 我会建议你去做 后面不要去做你的经分 脑洞大开 那个东西 你在直播里头跟人家聊聊就行了 将来在频道里直播 人家觉得你也有这个才艺 也挺不错的 挺了解挺嗨的 但你正好把你当做一个节目的做的话 又做的又比较别扭 因为你的脑洞每一次都要夸张 要在逻辑范围之内的反常 所以脑洞不是讲一拍就能起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节目的质量会参差不齐 最后如果讲你没有足够强的 这样一个爱好或者是兴趣的话 会把自己做伤 做到想吐 反而损害了你原始天然的兴趣 就像我本来喜欢弹琴 爹妈拿棍子来打我 我这一辈子都恨死钢琴了 就这个道理 你让我考大学考大学 我大高考完了第一件事情 我就烧书 把所有的书永不再见的把它烧掉 这就不好了 所以整个频道我现在所看见的 这些问题总结一下最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两个内容 我不认为放到一个频道里头是恰当 有的人讲我把它分开 做两个频道行不行 千万别 一个人一个才开始做频道的人 千万不要同时做一个频道 不要贪多 要贪多他最后一定会哪个都是做不好 哪个也做不大 做不起来 一定要专注做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足够大 老胡不是有20万理论吗 你专注做那个东西 你就会有足够大的市场 会有足够多的人喜欢你 你就把你巴黎的故事 把法国的故事足够讲得好 全世界有多少人愿意听你的这个故事 你的体验 对吧 好 这就是我对这个频道 金分老张的金分频道 这样一个分析点评 希望大家到他这个频道去看看 他这个讲故事这一部分 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他的整个14个视频 我看一下来都非常enjoy 好 谢谢大家 也谢谢老张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